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呢 是這個悠遊白書合作系列的全新雙周關卡 那它會在下禮拜一的7月9號就是跟改版齁 改版出的時候呢它就會登場了 那同樣它會有一個精英級的這個關卡 那這張卡到底強不強呢? 這張卡的主動技是修羅旋風拳CD8 光看CD都制約的很雷啊 所有木浮石從左上方開始向下排序 欸這個技能其實跟我們的這個獵人裡面的奇亞有點類似齁 奇亞的技能的話呢是這個我看一下齁 是這個暗浮石從左上方開始向右排列 那這張卡的話它是所有木浮石由左上方開始向下排序 也就是說你場上的木浮石呢都會先移到這個左邊那一隻牌 那如果有再多出來的話再會來第二牌第三牌這樣子 你要看你的場上的木珠數量 反正它就會移到最左邊去齁 那奇亞的話它是移到最上面去齁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一回合內呢每執行首批消除一組五粒以上的浮石 該執行會產生兩粒木妖組浮石 意思就是要你轉巴比倫啦 但是你要轉一執行五顆我覺得有點麻煩 就是巴比倫也只要轉四顆就會降啦 你好好轉五顆 五顆不太好轉 何況這個藏馬隊好像是沒有加轉珠秒數的齁 所以它雖然說這個技能對藏馬來說算是不錯 因為它它會降下 如果你轉得好的話降下大量的這個木妖組浮石 但是它CD實在是太長了 CD8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可能也不會是太實用啦 那沒意外的話就是這個木妖組 木妖精啦齁 就是搭配藏馬用的 幫其他隊伍裡面應該沒什麼用 CD8真的太久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